我們先持續來關注到立法院這邊的情況 現在呢 好 辣個男人 將要入的是外委會嗎 我們就來看到傅昆琦 他已經有先公佈出來了 現在呢 包含院長跟副院長 韓國瑜還有江啟成 他們兩個呢 接下來 會想要加入就是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 那司法以及法治委員會這邊呢 就包含了傅昆琦本人 還有林思敏 翁曉玲 羅志強 謝龍介 以及吳宗憲 他們六個人會想要加入的是 司法以及法治委員會 另外一個焦點就是藍白河 現在到底有沒有譜呢 在立法院這邊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進行藍白河 因為今天晚間的時候 民主黨主席柯文哲呢 他會做動 他要宴請的是藍白黨團 那傅昆琦本人他就說了嘛 我們都是open mind 我們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他這句話一說出來之後 就是說藍白河的確是有譜的 如果雙方呢 這個意見是一樣的話 的確有可能進行藍白河 他後面還說了 有誰說沒有談的空間嗎 他說我都不曉得 你們有聽我講過嗎 另外說到了趙偉這邊 民進黨立委呢 他們的意願是什麼 先來看到 司法以及法治的登記數 竟然是掛蛋啊 沒有人想要加入 那最熱門的包含了什麼呢 像是內政啊 財政 教文交通 以及衛環這邊 人數都很多 所以來看到內政這邊呢 就包含像是吳其名啊 還有王美惠啊 蘇巧惠 黃捷還有莊瑞熊等人 那在財政這邊呢 則是包含了 像是有郭國文啊 賴慧元啊 還有王世堅 林楚英等等 那教文這邊 就包含了很多女性喔 吳思瑤啊 還有呢 這個是吳沛毅 范雲還有陳培宇等人 他們都是選擇要教文的 那在交通這邊 就包含了林俊憲 還有蔡其長 何欣純 還有陳俊宇等人 那衛環這邊呢 包含像是洋藥啊 陳瑩啊 還有呢林淑芬 洪生漢 還有呢王振旭等等 但是現在大家最關注的 當然還是食安的問題喔 所以食安到現在什麼時候 行政院長呢 他要來進行專案報告呢 現在要進行的是第三度的協商 時間就定在今天 2月22號的下午4點 所以包含了民進黨團 國民黨團 民眾黨團 他們提案的這個食安匯報 邀請呢 召開他們的政黨協商 所以三個黨團 今天下午 他們又要再度的聚在一起了 那國民黨團 跟民進黨團 他們主張的是呢 陳奎明天2月23號 他要到立院 進行食安報告 那民眾黨團 他們是表示說 希望呢就是越快越好嘛 所以盡速來舉行 而對子侯孟凱他就說了 協商呢 就是希望要呼籲朝野呀 要併除陳建 明天就讓陳建仁他可以順利的 進行食安報告 那民進黨這邊的幹事長 吳四遙他就說了 不要再用很多的技術去干擾朝向 明天食安報告的方向來進行 所以希望今天三個黨團的協商 是能夠順利不要再破局了 那行政院長陳建本人 他就說了 行政院都已經準備好了 尊重立法院 朝野黨團最後的決議 他說我也很希望能夠在立法院 盡早的提出食安報告 不過在這邊啊 立委廖偉翔他說了什麼呢 他說行政院召開了這個食安辦公室 專家會議 那會議的主軸喔 不是豬肉溯源喔 但是呢擴大檢驗的是 實驗室有無污染 但是他提到說呢 其實衛福部長薛瑞源好 不只薛瑞源呢 還包含了這個 我們的食藥署長吳秀明 好兩個人他們在2月6號的時候 就已經有說過了 是可以排除實驗室的問題 但是到現在行政院還是堅持呢 他們也是要持續的來擴大檢驗了 所以他說這個根本就是在做政治的操弄 完全就是荒謬至極 所以大家都很想知道啊 那台糖朱尼驗出的瘦肉精 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實驗室呢 在昨天就邀請了14名的專家召開會議 但是完全不願意公開出席的人 到底有誰 這個連中研院院士陳培哲 他都很質疑說 會議有沒有法源的依據呢 是否利益迴避全是未知數 所以批評了蔡政府是完全沒有公信力 那麼立委侯孟凱他也炮轟說了 中央是先射箭再化吧 而行政院實安辦的主任呢 許甫呢他是以專家身份的出席 對此桃園市議員林涛就怒嗆了 根本是求援兼裁判 食藥署21號邀集14名專家召開會議 要釐清瘦肉精羅生門 但專家究竟找了誰 食藥署不願公開 通通以利益迴避為由 變成了秘密 那能夠出席的有14位 那另外還有食安辦的徐福主任 會列席的包括有台中市政府 台塘公司還有信工公司 所有的這些會議 我想一定都是要填這個利益迴避的啦 連中研院院室 陳培哲都質疑 包括會議是否具有法源依據 學者專家是誰有利益迴避 會議主席如何選出 衛福部全沒有說明 這讓陳培哲痛批政府毫無公信力 質疑也覺得說 是不是已經早就先射箭再畫靶了 已經確定了結論就是要本市太平了 結果我們才用一個專家學者會議 衛福部是不是應該也要適宜 邀請的哪些專家學者 中立客觀的還是一看就是綠油油的 就是擔心找的人成為護航大隊 畢竟14位專家當中 其中一位就是行政院食安辦主任徐福 說是以專家身份出席 被質疑根本是球員兼裁判 衛福主任也 他本來也是一個專家 我們是讓他以在專家的這個角色 盡量也能夠參與一些討論 感覺讓人家覺得球員兼裁判 如果他進去的話 他是第一個他就算一票 他會不會在這個會議的過程中 帶一些講話的一些內容的方向 會不會因此所有的專家學者 在這個會議裡面不敢講真話 會議結果預計在3月 由石安辦統一說明 蘭茵質疑想粉飾太平 畢竟中央黃劍指盧師傅 把石安問題硬是染上政治口水 民進黨等於就是把盧秀燕 當作是未來的對手 所以就是把它政治化 特別是王必勝 衛福部他召開這個會議 有沒有政治黑手伸進去 會不會出現跟高端會議一樣的情形 有政府的護航 有政治的介入 石藥署專家會議不願公開名單 做法如同過去高端疫苗審議成員 人民擔憂在線黑箱還變打手 顯示政府公信力早已當然無存 建築中央老師函他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拜託